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在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朝水面撒下白茉莉花瓣 美联社分享美国总统川普展开首次亚洲正式访问行程前 先在肃穆气氛下造访珍珠港并接见主管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行动的官员 法新社报导 在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 USS Arizona Memorial 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尼亚Millania朝水面撒下白茉莉花瓣 日军1941年对亚利桑那号主力舰发动骑袭 造成上千名官兵阵亡 使美国决定参加二次世界大战 川普夫妇昨天在夏威夷并出席献花仪式 看着两名水兵将花圈竟献在可有阵亡官兵姓名的白色大理石墙前 因应亚太地区逐步升高的安全疑虑 川普先接见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的负责军官 才前往纪念遗址 停留大约20分钟 川普向记者表达他对造访珍珠港的热忱 他说 我曾读过谈过听过和研究过珍珠港 但从未看过 我非常激动